花莲县政府在今年4月推出的花莲绝美步道活动 只要前往花莲精选20条步道持步道字卡 以及指定拍照点合影上传网站 就能够获得精美的登山用品 而活动一推出是获得民众的热烈回响 那么县政府在1号的下午就特别举行了 百万加码记者会加码百万元的价值奖项 鼓励更多的国内外游客来场探索花莲绝美步道的旅行 为吸引游客到花莲游玩 花莲县府在今年4月推出花莲绝美步道活动 只要前往花莲精选的北中南绝美20条步道 持步道字卡与指定拍照点和影上传网站 就能获得精美登山用品 活动获得民众回响 一日在县府大礼堂 举办花莲绝美步道 三游花莲小百月百万加码记者会 并邀请完成20条步道的达人分享心得 这不仅仅有助于推广花莲县的重力山水 也鼓励大众走向户外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就正如古人所说 人者要山 智者要水 多与自然环境多接触 远离三溪产品 将能使我们身心健康 更有活力 我们的绝美步道20条 真为总的15条 其实我真的觉得第一个 大自然是一个非常养人的地方 而且非常疗愈的地方 更可以透过你的呼吸 你的观察 可以真的了解这块土地 我走萨布尔步道的时候 真的好多人 亲子连用签的那个两三岁的小朋友都可以走 30分钟到40分钟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沙尔步步 再往上走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花莲 其实是很美的 40分钟就走完 就完成了一条 民众上网登陆完成的步道数 从4月累积至今已超过8000笔 民众参与踊跃 因此县府特别加码防水帽 大川椅以及登山帐 总加码奖项价值高达百万元 此判鼓励更多国内外游客参与 远离3C产品 藉由华联大自然 山海美景疗愈身心 舒缓日常工作压力 记者长包验华联士报导